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是黑天遇见白雨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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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黑天遇见白牛的誓言 还是黑淇淋 来 谁 邹师姐 是我 赵坦塔 你有什么事儿吗 师姐 你这房间可真好看啊 师姐 你房间这么大 真羡慕 怎么酸酸的 你吃什么了 柠檬 这么多你吃得完吗 你到底来干吗 其实 是这样的 就是 我这个人吧 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喜欢喝点酒 这样 我就不会生气了 所以你刚才偷听我们说话 我不是有意要偷听你的私事的 但是我既然听到了 总不能装作没听到吧 如果你是来看我笑话的 那你现在可以走了 那不是这么说的 来 师姐 坐 坐 我呀 是真心实意来给你道歉的 你看我都给你准备了这么好的酒 我这个酒啊 特意就 就 就 不说了 不说了 话都在酒里 来 你喝呀 来 我这个酒喝了呀 保证让你忘掉所有不开心的事情 来 快 好 喝吧 好喝吧 来 我再给你倒一杯啊 再倒一杯 继续啊 师姐啊 这是掌门给我的 谁让你扔了 嗯 我这来的时候就在这儿的 我 我 师姐 师 师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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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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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晕了 好好睡一觉吧 哎呀呀呀 糟了 光顾着喝酒 怎么忘了掏出保护位置了 这么晚还不睡呀 还一声酒味 怎么 被两个帅哥抛弃了 什么两个帅哥 就是一直跟在你身边的那两个呀 尸体难选的哈 他们俩 一个是我师兄 一个是我准徒弟 你别瞎说啊 谁规定师兄妹师徒不能在一起了 什么意思啊 你呀 自己体会这点吧 你这个情感讲师啊 简直就是误人子弟 你该不会没有实战经验 都是纸上谈兵吧 呸 老娘可是酒精沙场 那那个男人是怎么回事 是我对不起他 你 难道 你 想什么呢你 我在找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等找到了 就可以去见他了 找 找什么呀 要不我帮你 你就别管我了 倒是你 趁早要明白自己的心意哦 走了 来 心意 师兄 阿秋 编缘大会的事案排怎么样啊 都安排好了 陆一亲自出马 保证配罪成功 都怪你个狐猫 我说八道什么呀 害我一晚上没睡好 阿秋 怎么可能 学乡更不可能 师妹 梦到我了 你怎么进来的 你干吗 今天就是姻缘大会 做万歉一定会提前去保库 取姻缘顶 我们要抓紧时间 现在我们还有两件事 事情需要确认 一是保库的位置 二是保气的使用方法 他们啥时候来啊 不好说 如果你困了 可以靠着我睡一会儿 当然我是不情愿的 师兄睡着的样子 还挺可爱的嘛 不行不行不行 我怎么能有这么奇怪的想法 这穷花门到底有什么问题 我最近怎么老是有些奇怪的想法 好 宋师姐 你今天心情看起来不错呀 又是这儿 看来保库大门就在这儿 走 走 上次是那边 这次的位置是这边 看来宝库大门的位置 是会随机变换的呀 这么复杂吗 看来这个邹曼倩 肯定是通过 他手上的宝器 来找到宝库大门的位置 那看来 只能借宝器用了 你去 走 宋师姐 今年终于想参加因缘大会了 不过今年呢 质量挺高的 听说连城东的周家千金 都过来了 他来干什么 当然是算他跟掌门的因缘了 这周家跟苏家是世交 还有就是周姑娘 喜欢掌门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如果今年真的能算出 他们的因缘的话 明年我派可以添个小少爷 那看起来好啊 乱嚼什么蛇根 还不快把顶送过去 快快快 走 快走 怎么有股酸味 看 看看 眼神收一收 都快要钻到人家身上去了 你说我 我还没说你看邱月白呢 我什么时候看邱月白了 那天他是不是手打你肩上了 是又怎么样 我们那都是为了演戏 演戏吗 我看你是想假戏真做 你别急急转移话题啊 贼喊捉贼 贼喊捉贼 我不看他 你去帮我帮连子找回来啊 我 我不只要盯着他 我还要找他单独谈心呢 行 来 你看啊 这是什么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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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没有说很奇怪的话 我也记不得了 我只感觉到一股 酸气飘过来 音缘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音缘大会开始了 请大家准备入场 我们赶紧过去 不要误了正事 好 走 小心 慢点 你们俩去哪儿了 他这是怎么了 没事没事没事 没事 没事 叔兄 你真的还好吗 什么还好吗 就你那点烦 对我来说还差点意思 万倩 辛苦你了 不辛苦 我职责所在 掌门 等一下结果就要出来了 你期待自己的命定之人吗 现在推广新政 派里的事物繁多 我暂时没有心情考虑这些 那掌门的意思是 今年还没有投 倒是你 要抓紧时间寻找自己的命定之人 可别耽误了 我 我还是想留在掌门身边 辅佐掌门 诸位 又到了我们琼花门一年一度的 因缘大会 我知道在座的各位 平日里事物繁忙 无暇兼顾感情 此次不远千里抽空来到我们琼花门 定是为了觅得良缘 在我身旁的因缘顶中 装有写有各位姓名和生辰八字的名牌 如果两张名牌同时出现 就意味着 这二人是命定之人 在这里 要祝愿各位 都能够觅得有缘人 珍爱一世情 下面我宣布 琼花门姻缘大会 正式开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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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我说真的假的 这你先 好 赵乔 秦璐 是我 是他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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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羡慕 太羡慕了 太好了 太好了 走吧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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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了吧 螺儿 秀秀 恭喜 是我 小丁 怎么不是你啊 秀秀是谁啊 是我 是我 我终于找到你了 我说吧 小丁 小丁 你别走啊 这烟烟顶 还能拆散人啊 坦坦 你希望自己的名牌 和谁的一起飞出来啊 我才不搞封建迷信这一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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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月白 赵坦坦 大人 崔兄 你有意见 我有意见 怎么还有一个人啊 对啊 崔晨 怎么还有一个人啊 这怎么还有一个人啊 这怎么回事啊 怎么还有三角落 怎么回事啊 这不会是骗人的嘛 这不会是骗人的嘛 崔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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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伤暮躁 樱元鼎也是第一次 出现这种情况 但我琼花门 一定将此事彻查清楚 给大家一个交代 来人 在 把接触过樱元鼎的弟子 聚集起来 我要逐一排查 是 这正元一生一世一双人 三位可以到求签处求签 再去找路易解签 他会告诉你们 你们真正的命定之人 坦坦 我们找路易解签去 花粉后就真大 好 这边请 好 这边请 他们两个中间 一定有我的命定情路 阿秋 不行不行 难道是师兄 樱元鼎 是琼花门的至宝 鼎中同时出现三个名牌 太蹊跷了 肯定有人做了手架 莫言这小子 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 还好我在解签车提前做了准备 师兄 不可能吧 我觉得吧 这个姻缘鼎算得不太准 都算出了三个人 要不 算了 等一下 这 来都来了 算一算当乐子吧 秋兄很期待啊 你不期待吗 什么 樱元鼎中出现了三个名牌 原因还在排查中 如果不能给参会者 一个满意的解释 这件事将会使我们 琼花门在修真界的 信誉大打折扣 漫谦明白 漫谦 你一向做事谨慎 为什么这次会出现 这么大的纰漏 漫谦一定将此事圆满解决 我先去大殿安抚这些仓会者 你想办法解决此事 来 这边请 请稍等 我进去通报一下 三个人 他们总是三个人来 你说他们三个 到底谁是多余的 下一位解签者 秋月白 坦坦 是我们的签 是你的签 不是你们的签 怎么还对啊 诸位 诸位请稍安勿躁 大家也都看见了 这三位情况特殊 需要及时解签 还请大家见谅 是吧 师兄 你是不是不太开心啊 我也不开心吗 对我太长了 是啊 要不我们来玩个游戏吧 什么游戏 你看哈 喂 小舅 小跳 走 走 好 首先 我们先要拿到宝器 宝器上的日轨阴影指向的方向 就是大门的位置 不同时间指向的位置自然不同 难怪宝库大门的位置 随时随地都在变换 现在我们拿到宝器 只要按照步骤 先定位置 后找方向 就一定能找到宝库大门 怎么样 还是不行啊 奇怪 师兄 我还是觉得不对 你看啊 我这个拿的角度不一样 这上面的阴影方向就不一样 为什么每次 粥慢嵌移到园子里 随便一站 就能找到宝库门的方向 可是 我们却不行啊 原来如此 粥慢嵌两次来宝库 都是站在同一个位置 且面朝南方 原来是这样啊 找到了 找到了 走 哇 你有没有闻到一股什么怪味 嗯 有股酸味 哇 这穷花们 可真是太有钱了 居然有这么多宝物 这是 这是 小心有机关 找莲子要紧 你们怎么进来的 他们是 宝器 误会 误会 清元派的穆白这人 我穷花们的宝库 可不是人人都能进的 二位在此 是否应该给个交代 转门 所有物品都在 唯独丢失了一箱黄金 原来你们藏宝库 就是为了偷黄金 你别吹口喷人 一箱黄金的丢失 难不成我们还能藏在身上吗 再说 我们明明是来参加姻元大会的 你怎么能翻脸不认人 宿长们 我以清元派的名义发誓 金子真的不是我们偷的 给我们一天时间 若抓不到窃贼 我们任凭处置 不行 你们既然已经擅闯宝库了 就代表你没有偷盗之心 如果再给你们时间 说不定还会生出什么乱子 好了 曼倩说的也有道理 但我穷花们绝不是仗势欺人之辈 就给你们二人一天的时间 查明真相自证清白 同时要好好地给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出现在 我穷花们的保护当中 否则的话 休怪苏某不客气 这还差不多 多谢苏掌门 可是掌门 万千 此次保护师姐 你作为看守人难逃重责 念在你过去客进职守的份上 罚你思过三人 如有下次定不轻饶 是 两位请 如意 请 我只是来送糕点的 那正好 你们可以慢慢吃 好好休息 我们这边有人守候 有什么事可以找他们 真是气死我了 居然怀疑我们偷黄金 苏掌门怀疑我们 我还怀疑她呢 我觉得不会 以苏志南的脾气 她做不出来这种事 我们还是赶快想办法 找到真正的窃贼 能用宝器打开大门的 只有苏志南和邹曼倩 所以我怀疑是她 你认为黄金是邹曼倩偷的 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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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是邹曼倩 她是不会偷她心爱之人的东西的 你说邹曼倩喜欢苏志南 我今天看见她把名牌 也投进医院顶里面了 你说整个琼华门 谁和她最配 陆依 当然是苏掌门啊 而且我还 我还 还什么 没什么 没什么 反正肯定不会是做蛮剑 那也说不好 保护一直是她在看守 我觉得有什么隐情 我今天发现 保护的地上好像有一些金粉 金粉 反正我觉得保护里一定有奇想 我们得再进去一次 肯定会有意外收获 三位 这里 慢慢看 陆兄 你之前说的那个情感什么堂 严学堂 严学堂啊 就是最近 我想投资一些有钱景的生意 对吧 如果说投资的话 我觉得你刚刚说的这个情感严学堂 是个很好的选择 情感严学堂 我觉得就两成的比例给你 你觉得怎么样 两成太少了 要是能给到四成的话 其实更好 邱老板 我觉得你这个想法 也不是不能考虑 你这个东西挺有趣的 这个是 这个 这是什么 不知道 那回去研究一下 行 那我叫子梦 他见读时光 应该知道这是什么 好 什么也没找到 算了 回去再想想办法吧 淡淡 走了 那我下回 我下回 下回 下回再跟你聊啊 好好好 走 走 怎么大叔 快快快 帮我看看这是什么 这是 黄金粉末 黄金粉末的金石 难道是有人把带有黄金的金石给运走了 我知道了 一定是有人融化黄金偷偷转运出去 难道是 不会 不会 不会是狐梦的 不会 狐梦可不会这种融化黄金的法术 不会 狐梦可不会这种融化黄金的法术 这种融化黄金的法术 什么味 酸酸的 酸酸的 我好像在哪儿闻过 梵天记事录有记载 只有柠檬精的眼泪 可以腐化世间一切金银细 凝蒙也能成精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不过万物皆有灵 凝蒙能修炼成精 也勉强能说得过去 你们派人跟我说找到线索了 你们发现了什么 是这样的 邹师姐 以我赵坦坦的聪明才智 那当然是大发现了 我跟你说啊 我这个证据一旦拿出来的话 苏掌门就会知道作案者 另有其人 对啊 我就说啊 这贼太憋叫了 偷吃还不扒干净嘴 我们那东西放在宝库里面 安不安全啊 小点声 这件事情现在只有我们知道 当然啦 邹师姐你也是知道的 你们叫我来做什么 我差点都忘了 是这样的 邹师姐 我们想麻烦你帮我们 先看管一下宝库 今天晚上呢 我们就会请苏掌门到宝库来 到时候 一切就有真相打败了 明明处理干净了呀 明明处理干净了呀 以后不能再哭了 人赃并获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说吧 到底怎么回事 你们怎么确定是我 宝库一直是你在看守 大门又没有受到外力破坏 你说黄金怎么会凭空消失 我调查了一下 穷花门的弟子对你赞赏有加 说你 人美 能力强 你们说我坚守自盗 有什么证据 泽姑娘 这是你的东西吧 有股酸味 这是不是代表你现在很紧张 是我的东西又怎样 宝库是由我看守的 里面有我的东西也很正常 那 这里面的黄金也是你的吗 这是我的东西 在这里面的黄金 我认识 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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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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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